库里第四节爆发北京时间2月3日NBA常规赛继续激战 勇士 主场迎来了胡人的挑战 最终他们以115比101击败对手 本场 比赛斯蒂芬库里15投5中拿到14分4篮板2助攻的数据 本 赛季库里场均可以得到29.6分联盟第二位仅次于詹姆斯哈登 可 以说库里的进攻火力是势不可挡的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每次碰 到胡人库里的手感都会急剧下降 圣诞大战对阵胡人库里17投 仅仅只有5中29.4%的命中率拿到15分 1月22日对阵胡人 库里12投3中25%的命中率拿到12分 一打胡人库里就萎靡着 似乎已经成为了常态 这不今天库里又延续了这样的状态 上半场 7投0中 其中3分球5投0中 只依靠罚球得到2分外加3篮板2 助攻的数据 胡人也许对于库里来说就是最大的克星 每当遇到 胡人库里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学生 而面对除了胡人以为的球 对库里立马切换成了杀神模式上场比赛对阵76人 库里27投14 中其中设计实际3分拿到41分 今天对阵胡人库里第一节 4投0中 第二节三投0中 第三节一投0中 三节比赛结束科 而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库里前三节无运动战进球时开玩笑的说道 看 来我们必须要交易他了 第四节还有6分21秒库里面对组吧 此一对一突破上篮得分收获本场比赛第一个运动战进球 下一个回合 又是在外线命中3分 随后他又是3分百步穿扬 连得8分 看来库 里也是怕被交易呀 一听说要被交易立马连进3球 立马得分上双 随后库里又是连续两次突破篮下得分 凭借着库里的突然爆发涌 是打出了27比11的进攻高潮宣告比赛结束 今天库里差点又 在胡人身上栽了跟头 前三节他几乎就没有什么发挥 好在第四节级 10的爆发 连得12分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避免了自己运动战灵进 球的尴尬记录 于恒 10分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避免了自己运动战灵进